国际符伦社3522地区举办环保直树爱地球活动 11月11号在淡水公巴防灾公园举行 符伦社延续去年动员55个符伦社超过500位的社友参加直树活动 国际符伦社3522地区举办的符伦改善世界 环保直树爱地球活动在昨天上午余淡水的公巴防灾公园举行 符伦社延续去年动员55个符伦社还有500多位的社友来参与植树活动 总监表示去年在防灾公园种下了1万多颗原生植物 也希望透过原生植物种在这里可以让生态更加丰富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让大家认识台湾的原生植物 第二个透过我们绿化这个环境提供社区的居民 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绿地可以散步保持身心健康 这是我们这个目的 那我们同时也希望说它是一个有持续性的 那欢迎大家有空一定要来带水公巴防灾公园 来欣赏一下也认识一下 真正属于我们台湾原生植物是长的什么样子 这一次活动搭配现场的社员都用野餐的方式席地而做 并且欣赏由淡水登工国小所带来的精彩表演 为此淡水区长也到场参与并且亲自种下碎花起盘角的树苗 也代表着原生植物对于地区的重要性 更希望往后可以将这里种满原生植物 那今年呢延续去年 那浮沦社这边跟公所合作 我们办一个植树减碳爱地球的活动 那我们淡水区有100多位的民众也参与植树 希望说借由大家的植树来减碳的效果发挥 那再来也让大家更爱护这个我们这个公巴公园 这个原生植物公园 那也认识到台湾各种原生植物 区长表示去年浮沦社在公巴公园成立原生植物园区 今年更加码举办植树减碳爱地球的活动 现场除了浮沦社的成员 还有100多位的在地居民来参与 希望透过植树活动达到减碳爱地球 并且让大家了解这一片土地上的原生植物种类 改变公园生态 挑选了许多的树种 可以吸引到蝴蝶鸟类还有松鼠的植栽 总共有76种的原生植物 环绕公园四周 记者许多安逸 待会儿再来我们的报道